trainesefn.com 中文投资网 一个赚钱的网站 广告回来 欢迎收看每周华尔街的 每股赚钱王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边的 一样黄金铁三角回来了 Jay老师 Jason老师 还有Bren老师 那我们在休息了两个礼拜之后 相信大家一定很想念 我们三位老师 这精彩的评论 马上就来 老师们帮我们看一下 下周的每股是涨还是跌 都给你 都给我 全部举起来 这一对都是我的 好 掌大碟 掌 那我们先请 一样是我们看掌王 Jay老师开场 好的 那么这个本周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这个市场 出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一个下跌 但是短线上来讲的话 截止周五 这个收盘 这个修正的 还算是蛮到位的 那么这个标普的话 目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是在2385点位的上方了 那么我个人认为 下周的话就可以创新高 因为短线上这个调整 就是一个洗盘的一个节奏 所以说我认为 整体市场上可以继续看涨 继续看涨 因为本周已经调整了 那Jason老师也这样觉得吗 调整了还要再调整了 是的 这是我一直秉承的这种 对大盘的一个走向 当然这种走向 对于我做股票 多空 并不是特别影响 只是增加了我的一个 小心的一个程度 小心一个程度 大伙可能觉得 川普总统的这个事 是一个偶然 但是我们从总体 这种股市的运行节奏上来看 那么经济做支撑的阶段 已经没有了 货币超发的这种支撑市场走向 那么这种走向也支撑的也没有了 现在就是一个政策式 很明显的一个政策式 那么在川普总统 还没有大幅度的 大刀阔斧的 当然在美国这种三权分立的这种状态下 也非常难 那么这些经济还没有落地之前 他先出现了这种情况 这是这个政治上的这种情况 那么我想呢 这种可能会有一个持续发酵的过程 那么大家呢 首先对总统的这个时间稳定性 政局的稳定性是一个问号 那么同时这个问号可能会越来越大 就是所有他的经济政策 什么时候才能落实 那落实之后还有一个 大家消化缓冲 真正化为一个经济利润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呢 大盘在这种位置上 没有可支撑的一种热点 和支撑的一种因素吧 是 所以其实这次老师看大盘会跌 有部分川普要负责 那Bray老师呢 看涨 看涨 我是墙头草 然后随风倒 大盘现在的这种状态 暴跌下来 整个星期三的这一个暴跌呢 完全把整个四月份的涨幅全部抹掉 这个是此前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的 说市场随时回调 随时可以回到 那这个暴跌 就是你意想不到的那种猛烈 但是接下来两天的行情 给我们体现出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 市场当中不缺买盘 砸下来之后 迅速有人在收盘进入 那我的状态呢 先跟大家说一个数据 当下美国的波动率 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低点 非常非常低的低点 往常呢 标普就说的专一点 它是在两个Sigma之间的一个波动 现在只有不到一个Sigma之间 所以波动率非常的低 那接下来我认为市场震荡上行 或者说是震荡横盘 那但是整体的方向性还是要往上的 那这个 但是大家随时注意一下 这个回落的状态 我想新高的行情 应该是会接下来 会持续不断的做一个看见 那我对大盘呢 看的就是并不是特别的准 但是还是跟大家说 操作落实到操作方向上 调回调购的股票买 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说 回调购的股票买 那截止到今天这些回调过的股票 他们已经有抗跌性了 很难会 接着大盘下跌的时候再往下走弱 那反而是那些在高位的股票 可能会向下回落 那前期我们跟大家说的 大家关注我们的VIP 我想我们挑回调的股票 至今已经有一个不错的回报率了 是所以其实在VIP内 Bren老师已经告诉大家 哪些是回调的股票 所以大家千万要跟着 跟紧Bren老师 那马上来选出本周的每股赚钱王 本周的每股赚钱王就是 恭喜赵老师 赵老师的NUGT 我们从去年年底的话 追涨上 就是一直跟踪的 一直跟踪上来 然后呢 短线上的调整也好 指跌企稳也好 我们都是怎么分析 怎么去操作的 那么在这个十分账号 十分账号上的话呢 NUGT像我们在短线上 有几次这个短线上操作 27元多的介入 然后呢 因为短线上这个仓位呢 实在太重了 然后呢 短线上的话呢 调整过来以后 我觉得应该呢 稍微的就是 获利了结一下 然后呢 我们再找一些 其他的一些个股 而且呢 在昨天的这个盘式当中呢 我已经开始布局 另外一只股票了 对 所以说呢 我希望呢 还有一个 20%到30% 一个上涨空间吧 希望大家呢 继续的关注 所以赵老师很厉害 在NUGT 马上获利超过 10%之后 开始布局 另外一只股票 另外一只股票是什么呢 一样关注我们的 中文投资网的美股石盘VIP 这老师直接告诉你 以上就是本周的美股赚钱网 待会有更精彩的节目 不要走开 欢迎收看每周华尔街的美股高峰会 和CEO面对面 我是主持人Narnell 今天我们面对面的CEO 就是我们中文投资网 CIIX的创办人兼CEO Wallem老师 嗨 男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其实Wallem老师 这次大家 每次Wallem老师来主持节目 收视率都特别高 那今天Wallem老师要亲自来面对 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我们有一些中文投资网的朋友 太喜欢我们了 然后每天都在关注我们 每天问Wallem老师 最近我们CIIX的股价表现怎么样 那Wallem老师今天就干脆一次 跟大家来回答 跟好朋友们讲清楚 说明白 我们CIIX真的是一间 成长爆发不断的一个公司 是的 我们要直面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的股价从今年的一月 一月打到两块七毛五呢 今天已经跌破了一块钱 我以前呢 作为股民呢 也有同样的问题 看一个股票天天跌呢 就特别对这个CEO很生气 就觉得他肯定在搞鬼 或者把我们弄死 首先我想做三点声明 第一点声明呢 中文投资网没有做一种 我们英文叫taxifinancing 就是非常糟糕的融资 其实市场上也有一些做空的钱 在做空我们股票 但非常非常少 主要原因呢 我觉得首先一个公司 如果没有taxifinancing 因为一般的散户 他就觉得和机构做很好 其实在华尔街一些 几亿美金以下的公司呢 他们做融资的时候 我们叫taxifinancing 会让很多的这个股民受伤 我可以保证一点 中文投资网没有做过taxifinancing 因为很多机构找我们 你也看到峰会 给我一些吞细 我从来没看过打开过 这个很重要 第二呢 我觉得最近的下跌呢 是首先整个sector 像我们股价还维持在200天线 这个附近 但是你看这些marijuana leader TRTC medicine man 还有mass road 等等这些股票 很多股票都已经跌破200天线 说明整个的板块里面 和这个大马有关的都在下跌 那这造成投资人逐渐失去了一种兴趣 就是他的momentum已经在消失 第三呢 在几年之前 不是在最近 我在中文投资网 虽然我买的不多 但是我一年一年买三毛四毛 买了以后呢 我的股价在一月份达到过两块七毛 我的资金呢 几乎要ten bagger 但是呢 我没有抛 因为我很担心 我抛了投资人 有的人会很生气 是 这一周呢 我也又买了在我的air account 我又把它买进 我觉得咱们公司的价值 虽然我们在做这个业务当中 遇到了很多挫折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而且我做了这家公司 做了18年 我跟男男友开玩笑 我没有发财的命运 但是我至少有生存的命运 也就是说我在游泳 通过狗爬式的一个方法 还在活着海里 我想要说的就是 老王不会骗你们 我觉得股价的下跌 因为我也是股民出生 所以股民看到股价下跌就生气 就觉得老王不靠谱 或者背地里在卖 叫我们买自己泡 中国的黑庄 想套钱 可以坦白地很 因为大家喜欢我 主要原因 我不忽悠 我不喜欢绕圈子在做 我就是直接跟你说 我不喜欢你 或者我喜欢你 那么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说老王 还是对公司很有信心 而且在这个level 我会买 但是对不起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 我在两块钱 一路今天一位哥们说 一万三千股 中仓CIX 该怎么办 我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如果回答了 我变成 很多人 第二有些人说 老王你连自己的股票 涨与跌 你都搞不清楚 坦白来讲 像这个新浪的 曹国伟 CEO 他们都搞不清楚 对 这还是健康的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业务 他们搞得清楚 就是你说 你看曹国伟在30块钱 他自己借了1亿美金 今天新浪的股票是90块钱 所以曹国伟在两年之间 赚了两个亿美金 那么说明他对自己的业务很有信心 同样 当然我没有曹国伟那么大本事 拿1亿美金买自己家股票 我买自己家股票 说明我自己有信心 所以今天CIX也是跟大家澄清 有流动性的股票就是健康 如果今天都没有波动 大家反而要担心 另外就是沃伦老师 他自己有重仓CIX 不是不是重仓 就是自己买 因为公司也发了我很多股票 其实我根本不用买股票 我自己抛股票 我把钱收回来 但我没有抛掉股票 我还自己在市场上买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涨跌沃伦老师都有影响 我觉得主要是投资人比较 这个PANIC 因为比如说两块钱 它跌到一块钱 他说这公司搞啥的 是吗 搞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回事 是不是每天就是看到 比较生气 那生气的话 就是我们老师也经常说 要止损止损止损 轮流止损 这个That's OK 因为我觉得到了五毛钱的时候 到了两毛钱的时候 他自然买这个股票便宜了 我都会考虑买十万股进去 才两万块钱 那你十万股 现在买要八万块钱 那你到底是什么核算 所以我觉得不是我来忽悠 我是直接告诉大家 大家肯定很PANIC 我也很理解 但是大家不要生我老王七九四 是是 那汪文老师这边特别能跟大家澄清 我们真的是很公开透明的一间公司 那另外汪文老师最近有个活动 因为你看了一本书 非常的振奋 激励人心 而且汪文老师还要把这本书送给大家 是这样的 就是说咱们那个最近刚刚4月15号嘛 今天是差不多了一个月 一个月 有很多人投了401K 包括咱们公司 AERA 401K 包括小孩的college fund 那么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把自己的退休的钱成长 存钱大家都会 都会把自己的钱 我也跟Naniel说 我们这个401K该怎么投资 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就是说 要发现一些成长的股票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97年的时候 我到旧金山是第一次去 当时我从酒店下来 我去了爆摊 我打开了这个报纸 当地的旧金山报纸 讲到了苹果的危机 讲到了苹果的MacBook 讲到了苹果的业绩 讲到了苹果的CEO赤字 当时只有四毛四分钱 那么随后我们知道 Steve Jobs回来以后 股价大涨 然后Steve Jobs推出了iTones 就是大家听音乐 随后他走向手机 我曾经是苹果的一个巨大粉丝 我叫咱们凤凰台的爱妮 我说你的Blackberry该丢掉了 因为当时华尔街好像 都流行Blackberry 每个人都要用Blackberry 我说告诉你几个原因 因为Blackberry没有Entertainment 而且它的这种function是不会长久的 因为你就拿个手机 那你今天可以看问爱妮 说你用的手机 老王在五年iPhone第一代出来的时候 曾经跟他说过这句话 那么大家如果当时投资了苹果的话 4万4千块钱 今天达到了1500万美金 才短短的20年之间 你的资金从4万4千块钱 涨到了1500万 再举个例子 亚马逊在当时上市的时候IPO 你投资1万块钱 97年的时候是13400块钱 IPO的价格 今天已经达到了950万 那么很多朋友 很多我们华人朋友 最喜欢的就是投资房产 我从来不投资房产 我也包括我太太 她非常喜欢投资房产 她觉得老王 你做这些股票很虚的 但是我觉得 其实我进这个大学的 Finance的第一节课 就老实说 投资股票是最靠谱的 最存回报率最高 但是她要一个技巧 不像这个投资房地产 比较固定 就比较简单 你就是说 华人比如说 KD比较好 我们就买KD 越贵越好 学区好 投进进去 没错 但是她的成长性 就远远不如 但是选股一定要选股的技巧 今天为了回馈大家 对我的支持 对中文投资网的支持 因为我很理解股民 今天我送一本书 叫How to find the next Starbucks 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 在亚马逊上 卖差不多14美金 今天我来送给大家 怎么拿到这本书 就是加我们的微信 是不是我的微信 是Warren的微信 加我的微信 千万不要不说话 Going ghost 就是一定要说话 然后我会把这本书送给你 这本书里面就是真理 怎么买股票 喜欢卖房地产的朋友 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投资房地产 还是靠谱 怎么样我都赚 不像炒股票 有的时候买的CIX要亏钱 但是CIX坦白的讲 如果你三年之前买的话 你是10 bagger 是赚的 对 你是 我当时在多伦多的时候 我跟一位 我记得说 我说你投资 买200万股 当时13毛钱 差不多60万 如果他当时有买 现在就赚了 他应该达到4000万的价值 就是最高峰的时候 不过anyway 那是一个 那是个非常风险的投资 如果你能够 handle这个risk 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资 它有没有学问 但是投资的回报率 一个是苹果 从这个 4万4千涨到1500万 4万4千 你买一栋房子的话 97年买不到 可能买一个党payment 现在价值可能几十万吧 但是你赚1500万 那为什么苹果有那么大的剩 就是巨大潜力 就在这本书里 所以希望大家 这本书我看了至少十遍 它比巴菲特更好看 因为巴菲特的这个书 这样很有说服力 我也讲看 巴菲特不是我们这种穷人看的 它是一些 长期投资 也就是身价有上千万的人 他说我怎么去跟着巴菲特 学他的cash flow 我的钱慢慢滚 我们这种人叫 我叫穷凶极恶 四句话 就是想很快的快速增长 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自己能够吃得动 走得动 玩得动的前提下 能够改变自己的financial的情况 是 所以沃恩老师讲了 我都想加微信 沃恩王2016 大家千万记得 这本书 沃恩老师自己是美股专家 在华尔街这么多年 都看了三遍 十遍 十遍 看了十遍 十遍 所以那大家千万不要放掉这个机会 家人沃恩老师微信就可以知道 Starbucks他们成长的秘密是什么 而沃恩老师从中学到的 可以赚钱的机会和秘诀又是什么呢 千万别忘记 今天要加沃恩老师微信 或是拨打客服电话 1800958 8561 以上是本周精彩的美洲华尔街 谢谢收看